我们就开始上课 然后第一件事就是大家 就是我前面发那个录片里面 教大家CodeQL一些基础查询语言 这个东西大家看过没有 我看一下要不要稍微 给大家铺垫一下这个东西 就是CodeQL查询语觉得基础的语法 喂 呃呃可以听到 呃好嘞好 然后就是还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啊 对我刚刚讲的就是呃 前段时间发的那个录屏 CodeQL的基础语法大家那个看过没有 呃我再过一遍吗 呃都可以 可以过一稍微过一下 呃这个上次不是说要用那个 呃还是开了做那个发吗 然后这个这个部分发了呀 发了呀 发了呀 稍微的过一下呃 呃他语法的话你如果看的话就非常的简单 就是非常他的格式就和Circle 其实差不多没什么区别 然后 我们先看一个最基础的 然后他这个对于真的他来说 他是说呃你他的技术技术功能就是这样的 你首先你编译程序呃编译程序的时候 你需要调用CodeQL 然后CodeQL呢 他编译程序的时候 他相当于说 换一下这个 啊啊 那个你有有共享屏不是共享了吗 呃大了大了 呃现在可以了吗 哎 没声音了 呃呃 现在可以了 可以了啊 可以了啊 呃我们继续 就是先从CodeQL的技术公众员里讲起 CodeQL就是说你假如说你有一个C代码 然后C代码你在编译的时候 你你你是正常来说我们就GCC编译他们 然后CodeQL的做法就是说 你可在编译的时候 你引入你的CodeQL的一个 创建数据库的一个功能 然后他呢就是会在你编译过程中 分析这整个代码的语法数 把就相当于把整个代码分析成一个 数状的一个数据库 里面呢会存储着各种各样的信息 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分为很多类 你比如说呃 函数定义啊 函数调用 或者是一些if语句 for译句 well语句 或者一些更基础的一些 呃复值啊 呃条件判断啊 这类这些东西 他们都会被封装成一种一种的类系 一某某一一种 呃一种特定的类型 我们把这种类型在CodeQL里面就叫做类 这种类型就叫类 但它实际上你讲应该就是一个数据集合 比如说我们讲FunctionCode类 那它就是一个函数调用类 也就是一个函数调用集合 当你在这个form 就这个这个form里面相当于就是导入了这些 这些类型集合嘛 假如说你你假如说我这里 我导入一个FunctionCode FunctionCode类型 FunctionCode类型 哦哦 大家 这样假如说我这个form里面 我选择了一个FunctionCode类 然后我定义了它相对象 那也就其实这个方这个FC这个东西 它其实对呢 就是你这个代码里面所有的和函数调用 呃所有的函数调用 呃都会被保存到这个集合里面去 然后可以给大家随便选取一个数据库 啊就这个数据库吧 先把这个取取 假如这样我就那我现在就说 我选取了它这个数据库面的 所有的函数调用这个东西 然后给它做一个简单的输出 我这里就是说把所有的函数调用 都给它输出一下 然后这里就是select就是输出 就和circle一样没什么区别 然后这样 然后我这里 查询一下 当然这个我这里只是简单的过一下 就更详细的话 我们如果录音面间有 我就先把这些大致的东西给大家稍微 再讲一下就行了 让大家能够听到我后面要讲的东西 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就是获得了这个 呃我选中的这个Uboot 这一个是优酷的 全部的函数调用 这个所有的函数调用 列表对在里面都有了 然后或者是我也可以选择 这个函数调用 或者是像这一个 我最开始像这一个 那我就打印出来这个 呃代码里面所有的if语句 那这个其实代表的就是if集合 然后再定义出来一个if对象 然后这个东西代表一个实例 对应的就是一个 呃这个c代码里面所有的if语句 然后呢我这里就是直接全部给他做一个输出 Val就不要 Val在这里是过滤的作用 然后这里是简单的做一个输出 呃大家看一下 那这样的话 其实现在我就已经把这个代码里面 所有的if语句都给他筛选出来了 然至于说这些集合这些类型 都有什么特定的功能 然后大家如果在实际的去学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可以呃还是比较方便了 因为他本身这个注释比较全 比如说这个if语句 然后你放到这里 他就会告诉你 他这个if语句这个集合里面就类里面 就包包含了所有的类似这种格式的信息 然后紧接着呢 讲完这个东西 我们再看一下Val Val这个东西呢 就是大家如果学过circle的话 就就知道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过滤 过滤信息的一个东西 那比如说我这里的过滤信息 就是首先这个是你这个代码门 所有的if语句 然后紧接着是后面一个get认 那get认的话就这个的话 其实大家你想一下 你如果呃呃 像那个你写Bios 写sell语言的时候 呃你可能会经常有这种格式 就是if认 然后到啊 那基本上认就是说 如果满足你的if语句的条件的话 他就会执行认里面的一些功能代码 那么这个就是认 然后呢这里我的这个get认的意思 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订阅到if语句之后 if语句其实它是不还应该包括呃 是和否两个功能机功能代码块吧 就是满足到if要求之后 他会跳到一个代码块 然后不满足 他会跳到另外一个代码块 那这个呢 呃如果是呃 我们想得到那个是认 也就是满足if条件 一句的代码块的话 那么这里用get认这个东西 来也可以 然后像这种东西 它其实都是代码补权的 比如说你在get get它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代码补权出来 然后这个它这一套东西还比较好的 虽然说它里面的各种API 调整它其实比较多的 然后但是呢 它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呃文档 还有呃代码补权代码的代码补权 算是降低了一些难度 那这里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得到了AP语据里面的一个认 对应的代码块 然后那这里的话 它这个等约等约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等约并不是一个负质操作 它是一个过滤 就是它它是一个更更简单来讲 它是应该是一个约束 就你比如说这里啊 我这里是这让它等于一个block block呢这里是一个代码块 呃那这带这个代码块呢 就大家看它的注视啊 就是说如果一个一段代码 被一个花花包着的 那它在的话 它就会认为这个是一个代码块 那这里 这里做的这个操作 那其实就代表 这这其实就是给这个block下了一个约束 就是说我这个代码块 一定要是AF的认相对应的那个代码块 这这里就起到一个约束的作用 然后紧接下面又对block做了一个约束 它这下面判断一下block 然后getnum 然后它这里就是说说判断一下 呃就获得一下你这个代码块的代码的行数 你比如说这里它有三抗代码 那这样的话它结果就有三 那我们这里的话就是判断一下 这代码的行数是不是零 如果是零的话代表这个代码块为空 为空的话就其实相对 也就潜台词 就是说你AF相对应那个认 他其实是没有做任何工东西的 他其实他没有做任何东西的 然后紧接在后面又有一个按的 按的这里就是一个桥减远接 然后后面按的里面 它跟的是这个东西 AF还是AF语句 然后他有else 那他那如果是单开这个的话 就是说 然后没看到注释 注释里面就是说 如果这AF语句有else的话 那么他就会返回一个一 然后但是它前面是一个not not的意思就是一个 排除就排除这种情况 那他整整体的意思就是 他找到所有的AF语句 然后看一下这AF语句 我说首先我说 假如说冲边拿出来一个A代码块 然后看一下这A代码块的 认的代码行数是不是零 就是说他认对应的 功能代码块是不是空 然后紧接看一下 他有没有else 然后再如果他同时满足 他的Zen为空 然后他没有else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可以认为 这个AF语句 他其实没有做任何的工作 这就很容易解 因为他的不管是Zen 还有他的else 其实都没有 没有做任何工作 那这样的话 这整个AF语句 就是没有不效的一个AF语句 那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这一个简单的规则 就能够把代码中所有的 就是类似这种的这个代码块 都给他找到 然后找到之后 他的作用就是说 你找到之后 你这个东西的话 挖洞可能没什么作用 那主要可能就是review代码 就是review 就是他在做一套工作的时候 可能把一些 有一些冗余代码给他找到之后 你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要把它删掉 这个可以做这么一个东西 反正通过这个简单demo 我就大概讲了一些这些东西 然后后面 后面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我那个录屏里面都讲 那这里的东西的话 相当于说给大家介绍了更多的类 也就是类似于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就相当于说 几乎把那个code code 能够覆盖到的一些 比较主要的一些类 给大家讲了一下 然后讲完这些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 我们这个最主要的话题 就是我们在讲代码审计 然后讲代码审计的什么 我们提到过一个东西 叫做误点分析 那误点分析的意思就是说 假如说我从一个点的 得到了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呢 假如说是a 假如说我认为它是 这个边量是个a 然后之后呢 a假如说传进了 a作为参数 传进了一个函数里面 这个函数仰是函数b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认为 这个 a还有变量a 可以作为这个最原始的一个污点 然后呢 a进入到了这个函数b 那我们就认为这个污点进到了 函数b里面 然后变量a和函数b之间呢 它形成了一条通路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模型 那这样的话 再复杂一点的模型 可能是说 还是有一个变量a 但是呢 变量a在后续的过程中 变量a的值 负给了变量b 然后呢 紧张的变量b 作为函数c的参数 被传入了函数c里面 那这样的话 如果从污点分析 这个最基础的原理来讲 那我们就认为 a的变量作为 a变量的值 作为污点的一个起点 然后呢 在a变量把自己的值 负给b变量的时候 也就是说 污点由a进入到了b 然后这时候呢 b被污染掉了 b也变成了一个污点 然后紧接着呢 b作为一个参数 传进了函数c 那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 那其实如果联动起来的话 也就是相当于说 变量a 传进了函数c里面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形成了一个 比较绕的一个污点 那基本上其实 像我们在用CodeQL 做这种代码神迹的时候 我们大概率 也是做的这么一个事情 就是说 把刚才讲的就是 起点 变量a 作为一个污点的起点 然后以及函数c 作为一个污点的终点 当我们在用CodeQL 去做这种 路径分析的时候 那我们就需要做的 就是说 找到这个 你的数据的起点 和找到你数据的终点 把这两个节点 定义出来之后 然后第二次 第二次用CodeQL 自带的一些 路径分析的API 就可以把一个完整路径找到了 如果它们两个节点之间 存在一个污点路径的话 那么这个路径就可以被找到 然后找到之后 那就是说 当然如果你的污点 的起点和终点 它你在定义的时候 就直接就是完全是防止了 某一个漏洞模型去定义的 那最后你找到路径 那极有可能是一个 代表着有存在漏洞的路径 这个就是CodeQL的一个 在做代码神迹的时候 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思想 就是这样的 然后基本上就 大家如果后续在做 代码这种用CodeQL代码神迹的话 你可能流程基本上就是说 你如果想要分析某一个目标的话 你可能就需要找到这个目标 相对应的一些 一系列的CVE 一个分析一下 然后抽象出来 它们对应的漏洞模型 根据它的漏洞模型 然后你分析一下 它这个 因为漏洞 漏洞基本上和数据相关 那基本上都由数据造成漏洞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 然后你分析完它的CVE之后 然后创业出来漏洞模型 你最重要两个点 就是说第一点 你找到这个数据的起点在哪 第二点 你找到这个数据的终点在哪 然后再相当于说 不断的约束它的起点和终点 然后再调用APCI 然后把这条路径找到 这就是你 如果大家后续要做 用这种东西去发动的话 大概是你的整个工作流程 然后我们就接着往下 这里有一个 先是拿一个比较通人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 基本上大家如果去上网的话 都可以收到 像是一个Code2Code的一个技术入门案例 Uboot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开源库 然后网上应该是 好像是GitHub的安全团队 他在网络上公开了一个文章 这个文章就是 关于如何用CodeQ去挖掘Uboot的一些CVE 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的话 最开始 今年的时候 感觉这个项目好像是被停用了 他反正是有一些 就是他本来是有一个机器人的 去相当于是类似一个CPF 然后拿Flag的这么一个过程 你完成一步骤之后 他可能就会给你下步骤的 停不接口 但是他现在的话 就是这个机器人是挂掉了 但是他整体的解体思路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走一遍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说 你在做 你在对一个项目做代码神迹的时候 你第一点就是要获得这个项目 所对应的一个数据库 数据库的话 如果大家没看没看到录屏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 比如说这个数据库 先把原来那个数据库给删掉 假如说这个 我们现在是有一个test.c这么一个分别文件 然后我们正常来讲 就是GCC去编译它 但是如果用你想用 Curicure给掉创建数据库的话 你大概就这样做就好了 就是说 用Curicure然后创建数据库 然后指定你的数据库的存储位置 然后指定你这个目标项目的语言 这里支持非常多 比如说cpp 然后csharp 还有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的 java python 都是支持的 有很多 就这个列表 这里面都是支持的 然后 在这里面你唯一要做的是 就是这一个 这里面有一个command 这个command 其实里面就输入你 你就应该是你往里面输入的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指令一个编译指令 你比如说我这里就应该GCC编译它 在这里我就会在这里用GCC指定一个GCC 但是可能大家可能还会有其他地方 比如说你用make编译一个项目 或者是比如说 us下面下面你可能有mm编译一个项目 这些都是可以的 就是你在这里指定一下你编译的指定就好了 那在这里我指定一下我的-otft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正在创建一个数据库 那现在呢你就创建完这个数据库 创建完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目录就在这里 然后你之后呢 你选中数据库的话 你就在这里面选中 点这个东西 然后我这里是已经选中了 然后你如果没有选中的话 你就是点这个目录 然后把它找到 找到之后呢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里select切换 好这些东西就是路边课里面 解决已经讲了 我就不详细的讲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一步一步的 在Uboot这个项目里面 把它的漏洞找到 然后首先在讲之前 我们先想一下关于Uboot 这一类它去作者挖掘出来 这一类CVE 它是一个共同特征 可以是这样的 就是说准确来讲是它 它所它用PundiQL去挖掘的 一系列东西的话 它是都是在一些网络程序里面 就是说网络程序 接收外界发来的数据包的时候 它解析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等一下我插一下我的 写字吧 يعني是什么TP? 我可以让我们一开始 现在这段时间的情况 呃,这里是外界的数据,呃,随便起个名叫什么来着开给它 这里是外界的传绣的数据,外界传绣的数据呢,传入了我们这个Uboot里面 然后我们的Uboot里面呢,它可能假,它是有很多的,很多的网络协议解析在地方的 比如说我们这里它有一些网络协议,各种各样的网络协议解析的东西 然后特别网络协议解析的这时候大家有一个,其实这也算是一个比较通论一个问题 就是说呃,大家在呃,制定一些协议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个一个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你可能会一个头,这个头可能会呃,里面这个头里面可能呃,可能会有一些字段,这个字段可能是嫩 比如说呃,比如说一个数据包,它长这个样子 它开头是一个字段,这个字段假说是嫩 那这个字段意思就指定了,它接下来还有多长 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呃,那这样的话就是这里的话,你如果这个嫩 这个嫩,这个嫩其实是如果,如果你就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设计,但应该是知道你的嫩之后,它应该在后续再判断一下,你后面是不是真的有这么长的一个唱作 是这样的,但是呢,就如果他不做这么一个安全判断的话,那可能就是说你这个嫩呢,在后面,呃 你,你可以伪造你的嫩,假设你后面只有一个零差一零的长度,但是你这个,你伪造成了一个零差一百 这样的话,是不是在后续如果在处理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移出,就如果不对你这个嫩做check 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移出 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一个,呃,我们,我们接下来要分析这个漏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呃,最主要的一个漏洞原因,然后呢,我们先一步一步的给他分析一下,第一步,第一步他,大家看一下他这个代码,这个代码就是说,呃,找到所有的方程类,方程类,他这里就是定义函数的一个类,就相当于说这里面会包含所有的这个函数定义,然后呢,这个根内蒙, 这个,这个其实意思就是说,我,呃,我现在已经找到了所有的函数定义的,这个和函数定义相关的地方,然后呢,我就是获得这些函数的名字,如果这些名字有一个是这个memory copy,那这里大家还记得我刚才讲,这里是约束的意思,那就是说,把他的名字约束在memory copy这个地方,就是只有,呃,那这样的话,就我在输出f的时候,那就是说只有这个函数名是memory copy的这个东西,才能够 那会被我们打印出来,那我们就,啊,首先第一点是要选中一下,再确定一下,我们这里已经选中了这个boot,然后紧接的到到回到我们这里, 查询, 稍微等待一下, 啊,那查询的话,我们这里已经查询到了,让我们可以点击去看一看,啊,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这里有和, 这个,这里就包含的是memory copy的一个函数定义, 然后这第一个阶段完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找到这memory copy这个函数了,那memory copy这个函数肯定是我们后面就是,呃,因为我刚才在讲义处嘛,那这样的话,肯定是后面我们在复制数据的时候存在一个义处,所以说我们这里就先找一下memory copy, 然后把它注视掉,我们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我们这里,这里,他这里是看一下,他这里是找到一个红,先给他先让查询一下,查询是我们想想,看他这里是从红结合里面找到一个东西,那红结合呢,就是说把所有的和红相关的东西都在里面,然后紧张到这里又是感到的,那就是说获得这个红的名字, 和上面呢,其实也差不多,然后紧张后面出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正值,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正值,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找到所有符合我这个名字呢,就是ntos, 然后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呢,就是正值里面的一个货嘛,他可以选择,呃,这一个组,组合,也可以选择这个加这个的组合,也可以选择这个加这个的组合,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也可以换一种比较笨的写法, 那就是nt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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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然后上了下,上了下。 那其实刚才上面的那句话 就可以被分解成这么一个东西 当然这样就是比较繁琐了 这样的话上面就是一个正责 来完成的这种功能 然后至于说它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 那这里就是所有找到的 所有的这个红这个东西 那这里其实有一问题 就是首先第一步 这个红是干什么的 这个红呢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在网络传说过程中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网络设备 它经常是使用大端伸数的 但是呢像我们一些主机系统 它们都是小端伸数的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你网络流量 它肯定是最开始经过路由器 那些东西 它就是通过那些大端伸数的设备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在设计之初 就考虑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如果就是 你数据包本身就是 创建这个数据包的时候 你是完全一个 以小端形成创建这个数据包的话 那可能你在中间 传数据 比如说经过一些 中间设备路由器的时候 那可能会 它需要再做一步 小端到大端的 这么一个解析 然后转换 那这样的话 可能会消耗一些数据 那这样的话 为了让它整个数据包 能够更快地 到达对方的机器上面 所以说就是 你在构建数据包的时候 就是按大端的形式来构造 那这样的话 后续你大端 就是你中间设备路由器 在解析你的数据包的时候 会更快 因为它本身就是大端 大端解析大端数据包 直接你看就能看到了 再做一步转换了 那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当你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这个数据包 在构建的时候 就是按大端来 大端自己来构建的 那这样的话 当你本地的机器 接收到这个数据包的时候 它也一定是大端的 那你比如说 我刚才讲的一个数据包的头 头部有个字端叫做楞 那个楞 那个字端代表数据包长的 那这个东西 那就是说那个楞 那个值 它也是按大端存储的 但是呢 我们本地是一个小端机器 那这时候我们就肯定要做一个东西 就是把大端的数 大端的值转成小端 那这里就用到这个东西 那比如说 那比如说这个东西 它其实代表的意思就是 把大端的这个sought 这个这么的也就是两字节 两把两字节的 把两字节的大端的数值 转换成两字节的小端的数值 那如果那个是另一个是论的话 可能是那个论 就开始用两字节大端存储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转换成 两字节小端存储 那这里的问题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特别选中这个红呢 那这意思就是说 我刚才也给大家讲过 大家在做这种 污点分析什么 找一些路径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两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找它的入口 第二点就是找找它的终点 那么入口 那么就让我们可能 如果你我说你说 找我刚才的路律模型的路 你可能自然而然想到一件事 就是网络接收那块嘛 但是我们要更具体一点 就是其实就要更具体一点 你要让你的CodeCode 能够懂你的这个入口在哪 那懂你入口在哪 那这样的话就肯明显 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就把 入口定了哪 那可能就是这样的 if论 那那可能有一个这么一个代码 就是int 论 论 论 等于ntoh 然后xxx 这么一个东西 那其实我们像这个东西 它其实就把你的起点 直接定位到这个地方 那就是我直接定位到论 我就把起点定位到论 然后我们现在就找到一个红 当简直要再往下 再往下 再往下的话 我们刚才讲 刚才我们是找到一个 memory copy的一个函数 然后你这下面就是 你如果让让就是 我们在实际的代码执行的时候 肯定不是那个函数定义在执行 那就它 它应该是它这个函数定义相对应的一个 方式靠在执行 那这里其实这一步的作用就是说 定位到这个 Memory copy执行的那个地方 那首先是有两个集合 一个方式靠集合 一个方式靠集合 然后方式靠集合 然后get target 然后那这里 这里就是等于f 那这里就做了一个约束 就是说 我需要让你一个方式靠这个元素 就是那相当于说 可能 方式靠集合里面有一个 A函数的定义 然后方式靠集合里面有 A函数的调用 那它这里第一句话的意思 就是说你这个A函数 必须在代码过程中被调用了 你的A函数 你定义完之后 必须在代码过程 在代码之间中被调用了 在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就是说 然后又给这个方式做了一个约束 让方式约束到memory copy里面 那这样的话 整体的意思就变成了 就是说 你的 那这样的话 最终你slack出来这个fc 那对应了就是memory copy的 那个还要用 对 然后讲到那个中再继续往下 那这里的这个东西是 和和上面那个东西 这个红这里挺像 但是他们唯一的区别就是这样的 它其实和那个方式和方式靠 其实是一个意思 我们刚上面上面那些红呢 它是红定义 但下面的红呢 代表了红雕用 就是雕用红的时候 那这里他是说 首先 还是说找到所有的雕用红的集合 然后紧接着呢 这个找到这个 这个红对应的名字 然后紧接再用这个正值找到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ntohs 这是一类东西 那最终呢 你这个slack出来的时候 你slack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你最终你slack出来的东西 那一定是调用这个红的这个地方 你比如这里 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正好调用了一下这个红吧 所以说 我们说找到地方 全部都是调用这个红的地方 对 那这样的话到目前为止 我们就已经找到了memory copy的调用 和这个红的调用 目标红的调用 然后讲了那些之后 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讲 讲讲到我们最 讲到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物点分析 对 但是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集合嘛 那也就是说 它可以 你可以在集合上面再加一层封装 那比如说我这里它就直接定义了这么一个类 那么这个类呢是这样的 它这里就是说这个类继承了这个export 那么这个export呢它其实是 我们我刚讲了很多类的 就是什么函数对样的类啊函数类啊各种各样的类 那其实这些类都是这一个export这个函数的子类 那其实更换句话说export这个类其实是 我刚刚讲的所有类型的类的一个组中类 最根最根本的一个类 那这里呢它继承了它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我在一个最基础原始上 在最一个最基础的最大的一个 最大范围的一个集合上做了一次个封装 然后这个封装的话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 然后至于说它具体这个东西会约束到约束到哪里 我们主要看的就是z 然后z 我们看一下z z这里不是有等元吗 那就是说它在这里对z做了一个约束 那其实也就是说对我类对这个集合做了一次约束 那么你看一下 然后简介这里是多出来一个 就是大家好像之前没有见过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它还是算是一个cual的一个语法 那它语法就是说首先第一个这里是定一个边量 后面这后面就是用来定义的约束条件 那这里的话这个边量就是一个函数调用 这里是定这里是定义一个函数调用的一个集合 然后集合后面它就是说在这里面加一层 对这个函数集合做了一次过滤 这个过滤就和我们前面是一个意思的 就是找到针对它的一个红标用 然后紧接到后面按的 按的就是一个连接约束连接第二个约束 第二个约束里面就是我们z z的紧接着它是因为我们这个z 它是一个export export类型 然同时我刚刚就讲了这些所有类型 都是我们export类型的一个子类型 其实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类型上面 都可以回收条件 回收条件最根本的一个类型上面去 所以说我们这里有一个getexport这么一个API 那这样的话当我们在定义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是不是我们这个东西和这个类型 那大概就是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如果是一样的话 那么就可以放在一起做一个约束 也就是有了这么一个等号 那最终 最最终我们通过这个得到 然后我们就select select 然后根据这个from它 select它 那其实我们在这里我们获得的值和前面 我们直接获得那个 红雕用的地方 其实是一个具有一样的输出的 只是说我这里可以用类给它做一个封装 然后这种像这种类封装的话 在Q2QR查询语句里面是一个比较正 比较经典的一个操作 因为可能后面大家在写Q2QR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你这个查询语句可能会很多 然后这时候可能我们经常会用函数 或者类给它包裹起来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 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一个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回想一下我们前面 前面是不是已经首先第一个 我们是找到了这个数据的入口 就是大端转小端 那个API那里 然后就几张 我们又找到了数据的终点 就是那个memory copy那个地方 然后又因为我的目标是learn 那那个learn可能是memory copy的第三个参数 然后那那这样的话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找到了它的其量重点之后 我们再就可以用Q2QR的API 去找到他们这个相关一个路径 然后关于这个路径呢 找这个路径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写法 就是说首先你先定义这么一个类 大家注意啊 这个东西它是 关于Q2QR的路径查询这块 带着就是一头分析这块 它是分两个版本的 第一个版本应该是一个老版本 但这个版本我也是经常比较常用的是这个老版本 但是后面呢 这个Q2QR官方可能认为这些老版本 有些局限性 然后他们呢 又设计了一个新的一个版本 那比如说老版本的话 它可能对应呢 是这么一个库 然后新版本的话对应呢 是这么一个库 新版本对应的是 这个就是它里面加了一个钮 就是新版本的水流分析 就是你如果用的话 包括现有的一些 积累的话可能都就就在一些老版本上面去 新版本就是大家可以尝试着用一下 但是效果的话就不太清楚了 在这 那这里的话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老版本的一个查询过程 查查新过程 就是呢 首先我们是有这么一个类 这个类呢 就是这个类就是主要用于5点数目 5点分析那个类 然后这里嘛 就是说你你在这个类里面 你把这两个函数给它重写一下 就是说你对它的Source和Sync做一下约束 然后之后呢 你直接调用这个类 这个 这个API查询 看一下 看他们今天有没有一条通路就可以了 那最终呢 其实 就这一个 约束 原 Source和约束Sync 这两个点 第一个约束一下原 原的话大家看一下 它首先这个它是一个Source Source呢最开始是一个node的节点 但是我刚才也刚才还是刚才讲的那个 所有的类都能够被转化成export的表达式类 那就是说这个东西也可以被转化成表达式 那这样的话又因为呢这个node node肯定是和我们前面讲的那些类 它是不一样的类型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做一个转化 那就是说把Source转化成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类 然后紧接在这紧接在我们的这个东西呢 它是继承于最基础的类 所以说他们俩是可以相互比较的 然后紧接在这有这么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其实 其实这是一个类型匹配的那个东西 他的意思就是说 判断一下你左边和右边两个类型是否匹配 那么换句话说 用我们CodeCode它的实践功能来讲 就可能就是说 判断一下你Source对应的一些集合 在你的 这个里面是否存在 我这显示网络有点骂 大家大家可以清醒吗 无网络有问题吗 没问题可以完全可以听清 能听到说话吗 可以可以 我可以听到 可以听到你说话 可以听到 我刚才显示了他的网络有问题 那我继续 那这里其实有意思就是说 判断一点 你的这个Source 是不是可以是 是不是存在于你的这个类里 这个集合里面 就是他们两集合 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的 一些子集 然后至于说我 这里的这个集合的话 它因为是 它已经有了一个限制 那就是说 如果他们有相同的子集的话 那么你比如说 把你的这个Source 约束到了这一个 红调用这个地方 然后紧接到Sync Sync这里的话 它还是和 是不是卡住了 应该应该是现在它忘了 首先定位到一个MemberCopy的这么一个 还是要用这块 首先是定位 首先是定位到了MemberCopy的这个 还是要用这块 定位到这块之后 然后紧接到后面有紧跟的一个约束 这里是约束Sync 大家注意一下 你不管你这个Source是什么样 你最不管这个语句怎么写 也最终一定是要回顾到你的Source 和Sync的约束上面来 因为这两个 这两个还说的功能就是这个 这是它最技术的一个功能 但是说其他东西只是为了这个 你约束Source和约束Sync 做一个铺垫 然后紧接到我前面定义了这个sade之后 然后又对sade做了一个约束 然后紧接S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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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紧接Sync 后面定了一个该得到参数 获得参数这个东西 那么那么这 这个获得获得参数 那他的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是参数所以 那他一直就像说不把自己的这个数据节点 给你约束到了这个参数上面去 就大家注意一下 我这个我第一个是把Source 我把Source约束到了这个 红调用的返回纸上面来 就是说你如果不指定参数的话 那其实调用他所约束的地方 就应该是他整个表达式 也就是比如说这里面就是这个红标用 红标用里面流出来的 然同时呢最终呢最终呢 它流入了一个函数的参数 最终搜索出来的路径就是说 有一个数据他从红调用 红调用里面流出来了 然后同时呢最终他又 就进到了你这个某一个函数调用 MemoryCopy这个函数调用的参数里面去 你们搜索一下 老师 找楼洞找一下这边有没有一些洞 老师 啊 断断续续那等一下我我我看这个网络我等一下 呃能听到说话吗 打叠了我在 呃听见吗 你能听到说话吗 可以可以可以 有时候会卡一下 卡一下 你等一下我把这个网整 哇再变成PPT了老师 嗯 我能听到说话 我可能会比较得比较好 嗯 我可能会�得很赞 你对点 我可能会假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里面找一些看一下 就是说你看现在我们就得到了11个结果 然后这里其实又到了Q2Q2Q2就是一个在实际漏洞挖掘中的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点 就是说你可能收出来的东西会有很多 但是实际上有洞的地方可能并没有那么多 就是剩下的就需要你进一步的你自己去筛选 那筛选的话你比如说我这里举几个例子 你比如说我这里 我这里点点这个地方 然后发现我然后就找到这里 就是它是这个memor copy的第三个参数 那这就是说那按照我刚才搜索的意思就是他那肯定是 Alan是来自于网络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从跟着south去跟一下 那这样的话就这里Alan Alan是来自于ntosr 就来自于网络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做了一件事就是看一下你这个后面有没有对Alan的一个一个判断 那可能就是如果是一些比较安全的实现的话 那可能是收到了用户定义的一些随法长度的话 他后面肯定是需要什么自己再去实际的去判断一下 或者是再看一下你自己的一些缓程去够不够 那可能就是说你正常的就比如说我做一个客户端 我需要接收一些网络数据包的时候我可能是先是收到一个 先是我本身固定的存在某一个缓程区 我自身有一个数据包缓程区 然后仅仅呢我接收到你的呃 数据包长度 那个你指定的数据包长度 我可能会把你你后面的数据包长度 直接给他慢慢copy复制到我那里有的缓程区里面去 但是呢我这个缓程区长度肯定是有限的 那这样的话你这Alan肯定是不能够随意的设置 你Alan如果设置 首先你Alan设置的是超过了我缓程区 缓程区的剩余的空间的肯定我缓程区就要溢出了 那这里的话如果判断这个地方有没有多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判断一下 这个Alan在后面有没有被一些A判断过 然后我们就这里的话就很容易没有能看到 这个上面下剩下的这两个A member coffee 是直接把这个Alan直接拿来用了 那这样的话你肯定你这两个东西 他肯定就不是 他肯定不是一个无线长的缓程区吧 那这里也就是说把Alan 这个把从这里面的这个东西 那这里就是我们网络数据包 把我们网络数据包里面 这么长的一个堆东西 直接全部复制给这个缓程区 那这里肯定百分百是出现溢出了 那这个东西的话 那这里就是一个洞 是两个洞 那这样的话这里就是两个洞 那就是说我们通过刚才那个产品 就找到这个洞了 找到了这个洞 但是呢他还有一些其他例外的地方 比如说这里 这里的话他虽然说也是Member copy这里 然后我们现在再往看看这 他也是来自于这里 但是这个东西他就有一个问题 他其实就有一个问题 你看我们这个东西他来自于这里 但是呢紧接着下面有一个A配判断 那判断一下你这个长度是不是一个 这个合规的一个长度 如果有A配判断的话 你是基本上你可能有一半的概率 就是说这里可能就没动了 因为这里他本身先考虑到这个 长度判断这个问题 但是可能也有一些情况其他情况 就他长度判断的 这里的A配判断可能也不太准确 但是至于说这里是不是究竟有没有动 那这里可能还需要你进一步的去 研究一下你比如说看你还需要看一下 这个的款中区大小是多少 和这个以及这个A配判断 他是不是一个正确的A配判断 这些东西你就要再进一步的去 再往下去接着去审计 就是说可能就是说 你有些动可以非常直观的能够看到 有些动可以 然后但是有些动呢 你要再去深入的去分析一下代码 看一下是不是误报 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一个用旧的这么一个税流分析 是得到了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这下面给大家我又写了一个新的 就是刚刚给大家讲了就是关于这个数据分析的话 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新版本 一个是旧版本 下面就是旧版本 然后我们至于新版本的话 我又实现了一个版本 在下面 新版本呢 其实也是说重点就是说定义你的sauce和sync 不断的约束你的sauce和sync 然后呢 只是说它换了一个库 这里也说我这里也继承了一个 污点分析的这么一个类 然后这里第一个勾造函数 勾造函数这里就是声明一下你这个类的名字 就是随便设计一个就好了 然后重点就是asSauce和async asSauce呢 这里我还是我这里呢 就是我上面的这个东西它是不是说我定一个类吗 用类去约束的 但是这里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用这个东西 我感觉其实我感觉这种东西看起来会更直观一点 我比较喜欢这种方式 就是说这里也是定义一个红雕用类 红雕用集合 然后找到所有红雕用集合里面和相关的红雕用集合 然后同时呢 又把这两个类型全部给它回溯到它的最开始的一个积累上面去 然后判断一下它们的积累是不相同 其实也是可以 也就可以判断出来这两个之间有没有一个交叉的一个子积 然后async呢和下面其实没什么区别 然后到下面呢也是另一个家 那搜一下 但搜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 用新版的这个水流查询的话 它会有一些重复的地方 但是有些重复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刚才可能就查询了11个嘛 但是我们这个东西呢查询了这么多个 但实际上你如果点击去巴西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们可能很多个产业结果都对应的是 是相同的产业结果都是重复的产业结果 那其实最终的话他们效果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这个东西呢会出现一些 相当于说重复的一些数据 你如果感觉这个看的比较麻烦的可以对它做一个过滤 你比如说把过滤掉一些相同的输出这些都可以的 但是我对这个新的API没什么用 这个我们只能说它的功能乘以 然后如果用的话大家可以就用这种方式 然后针对这个Uboot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讲的时候相当于说从最技术的元素查询 去查询到一步一步的给构建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数据楼分析 就大概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之后呢我们再根据我们搜索出来的结果去 去定位问题 然后中间的话肯定肯定是需要你再去阅读研码 进一步审计 那相当于说库的一个库的库的库的库 它最大的作用是就是说把你的审计的范围给你缩小 但它不可能就是说说成一比一 你搜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动 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这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的话那我们继续往下讲 然后紧接着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个东西 就这这块库的库啊它其实就是 还是就是它这里面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大家如果想要去研究这东西 我建议大家就是自己你不要看我看我这些东西 你就自己想随便想应目标 然后你自己慢慢写相当于写Stockle一样 就是你写一句查一句写一句查一句 就那类似这种方式去学习 看一下这个 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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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是让我想想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这里 它主要涉及到一个数据包响应的 就是说你首先你做一个扣端 你收到外界传给你的数据包之后 你要勾到自己的数据包 然后给它 你要勾到自己的数据包 并把这些数据再给发送出去 但是呢 这个像我们这做心脏书写这个漏洞的话 它就是说它在发送数据包的过程中 它会出现 它出现了一个心情泄漏 然后最终又会导致远程的一个攻击者 可以是可以窃听到 关于你这个 客户端里面的一些网络数据包 相当于说你在 你其实在你勾到响应数据包的时候 其实你勾到响应数据包 你肯定是有一个memory copy的这么一个东西 你memory 然后像这个东西的话 它就是memory copy的时候 它并没有检查 它已有数据的长度 然后它那个长度过大 就是说它不只是覆盖了它一个合法数据的发送数据包 相当于说它临近的数据包也会被它在慢慢copy的时候 也会被copy进去 然后再被发出去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针对这种漏洞模型的话 我们可以抽象一下 就是说首先首先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像这个漏洞的话 它大概是是这样的 它有这么一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里面有两个成员 一个是lens成员 一个data成员 一个是lens成员 data成员呢 对应的缓冲区的地址 然lens呢就代表的是你应该发多少出去 lens就是你应该发多少出去 但是呢它这个像 现在像我们这个动作 它可能最终是这样的 它最终在实际上的构造这个数据包的时候 它是它是直接memory copy 然后比如说我们一个dst 然后紧接着是data lens 它可能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lens呢 lens这个东西它之前它最开始 因为我刚刚讲lens是 这个数据包长度的上限 但是但是像这个像这个动的话 它本身并没有对lens做一个判断 它并没有判断 这个lens是不是 在这个你 这个lens是不是一个合法的lens 就你就说这个lens 它可能如果变成一个非常大 非常大的这个lens 同时呢这个lens 并没有和这个lens 做一个比较的话 那这里就出现了我们这一个 心上出现这么 心上出现这么一个动 那么接下来呢 围绕这么一个特性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找到 因为图卡要找到符合这种类型的这个东西了 然后至于说后续 我们首先我们是通过这种模型找到这类东西 然后紧接着我们后续如果想要拓展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是不是可以拓展一下 你如果就可以拓展成你的 你的目标的一个结构体的名字 因为我这里大家看一下 这里他找结构体的时候 也订不到这个结构体 但是如果是你想要拓展这个查询预计的话 那你就是可能就是你需要 首先知道你的目标 和这个续标发生的结构体是哪一个 然后同时它里面会不会有像这个就相同意义的这个lens data和lens 如果都有的话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模板给它套上去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这里他做了些什么东西 首先是定义这个找到还是都要用 然后根据名字 这里又出现另外一个提案 就是k2k k2k它最大推荐就是它有很多种方法 它是非常灵活一种方法 但是其实也比较尴尬 就是很多时候你可能用着用着 都不知道该用些什么东西了 就它功能是非常多的 然后这里比如说这里是一个mass 那这里它其实也是对应的一个正在匹配 那这个这两个呢 前面两个后面两个呢 就是通费符嘛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 找到一个函数 找到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调用的函数名 它应该是符合我这个正在匹配的要求了 大概就是我要找的类似于具备 那个memory copy 一个同功能的一些其他函数 找到这种东西 然后紧接着下面 下面说是这个东西呢 是结构体 结构体呢大家可以看注释 注释它也就是说 你通过这个结构体集合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程序里面 所有的结构体 或者是公用体 unit 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 然后第一个它做约束 你这个结构体 必须是我这么一个东西 必须结构体的名字是必须是这个一个 然后这的话就符合 我们这个漏洞模型的这么一个要求 然后紧接机往下 然后往下的话这里 这里的话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得到 那它的意思其实就得到你这个结构体里面的一些 所有的字段 然后接触出来字段是哪个呢 你就来说后面再加一个元素 名字data 那它质量合起来意思就是说 我得到你这个结构体里面这个data这个字段 然后与之相对应呢 这个就是我得到你这个结构体里面的 lens的字段 那我这里就得到data字段和lens的字段 然后这两个就已经定位到了 你然后紧接着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然后 然后 我们点进去 点进去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函数 同时呢 这个函数是我们自己第二自己定义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函数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然后这时候就可以再讲一下 我们cdql查询与俱乐中的一个 又是一个和类差不多的一个功能 叫做函数 那它呢关于函数定义的话 基本上就是首先你先设置这么一个关键字 然后函数名 然后参数 就基本上就这个东西 那比如说这point2 然后就是我们这里 就我们这里的这个东西 它参数的参数是两个 fc就是函数调用的参数 fc就memory copy的 这个参数含有这个data 他把这个东西给它传进去了 然后 然注意下这里是传进了传进去了什么 这个他是说从零开始吧 那就是说我这里传进去的应该是memory copy的 第二个参数 memory copy 我们就是memory copy 它是首先第一个参数是目标目标划上去吧 然后第二参数是圆缓 它是那个代就是你将会把 第一个是目标写入 第二个就是你要从这里面读出来 然后写了到第一个参数里面去 然后第三个是冷藏度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这个我们定用到这个地方 就是那个第二个参数 说零开始算的这个所以 那data呢就是我们这个结构体的这个data资料 然后我们看下传进去之后做了一些什么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说 首先你这个E等于这个V的get access 那这里其实就相当于说第一步 我先把你这两个东西的观点起来 就是说你这个函数参数和你的那个 把和你的这个data 两个东西关联起来 那关联起来是怎么关联的 那这里就是get access get access 那意思就是访问这块 访问这个变量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第二个参数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data 那是一个变量 那意义呢 意义它对应的是我们这一个函 函数调 memory copy函数调用的第二个参数的传入 那其实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是一个函数 参数的访问的这个东西 那这样的话虽然说这两 虽然说这两个东西 他们可能就是说类型不太一样 但是呢因为他们具有一个相同的一个 相当于说像有有一个相同的一个组中类 这组中类可能就是函 呃就是变量访问的这么一个组中类 所以说呢他们两个可以相互进行一个约束 那这里就通过这个东西约束一下 那其实就约束最终效果就是memory copy的 第二个参数一定是 呃如果满足个条件 那就是memory copy的第二个参数 一定是data这个字段 这第一个直接访问 但是呢很什么很多时候 我们不是并不是直接访问 你比如说这个它可能对应的 就是说你memory copy 然后dst 然后仅仅是data 然后仅仅是论 这个data呢就是呃 它可能是直接这么一个访问 他 真的 那这里他可能就这么一个非常直接的这么一个传组 但是呢有有些情况下他可能不是这么传的 他说可能他可能是通过地址来传 比如说我们这个data它实际上是一个地址吗 那有可能就是说我 到这里就说可能可能是有这么一个东西 先上p等于 我这个data 就是说我这个data可能是传给了其他人 然后其他人呢 他再把这个p呢 传我这个memory copy里面去 所以说它可能是一个建议的过程 就嘛 第一次这里过滤的是所有的直接访问的这种过程 但后续呢可能会通过地址去访问这个 访问这个内存 那这样的话我们接下来就考虑了这个东西 那这里我们看一下他做了一些什么东西 那这个就还是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呢 那这里就是先把第二个参数的 转化成一个地址表达式 地址表达式 然后这个东西呢 相当于说获得地址表达式的一个实力 大家注意点这个东西 大家如果以后想要去了解cdql的话 可能会尽量会遇见这东西 就是你这个东西就是 官方也没有说他具体是为什么这么搞 但是我按我理解是这样的 就是说 当然这个东西肯定是一个 呃不太正确的一个理解 但是可以用就是这样的 就是首先意义呢 它是一个呃 别人传过来一个对象 类似一个对象的东西 就这样的话 但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比较底层的一个对象 就是你要他让他和其他的类型 做比较的话 那你肯定需要一个东西的强转化 给他转化成你的祖宗类 然后再和其他人做转化去做 嗯做一个约束 那这里呢 就涉及到这个东西 就你可以认为啊 那么这个首先第一步 用这个东西 相当于说把原来这个对象给他打散 打散成变成一个地质表达师类 然后紧接着呢 他这里就到这一步 你是变成一个类吧 那这里你肯定是要获得一个实力 获得一个对象 然后紧接着 你就通过这个东西获得一个对象 那基本上后续的所有的基本上类似这种东西 就都是可以这么理解 但他应该从原来上讲 他不太对 但是可以这么用 那就像这样的话 你就是说你到目前为止 你得到了一个地质 地质表达师对象 然后紧接着呢 你又把这个地质 能又转化成一个数组 然后呢 又通过数组类型 然后呢 又把它转化成一个实力 想打散成类 然后变成对象 但就括号 就打散成类 然后再变成对象 那你最终呢 你通过这个东西 你是得到了一个 宿主 你是把原来这么一个第二参数 变成了一个宿主 然后宿主 又通过这个宿主的类型 得到了这个宿主的一个基地值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宿主的基地值 那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意思就是说 我判断一下你第二个参数 你第二个参数 如果它对应的是某一个宿主 那我就可以判断看一下 你这个宿主的 基地值是不是 你那个data 是不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是不是的data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那可能是你最终是 他可能 比如说是这样 memory copy ds p加0x10 那真的 那么他处理的 其实就这种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第一种直接访问这种情况 你就是通过这种直接判断 但是针对这种的 针对这种 它其实是 传络的参数 并不是说我们最原始的这个data 也并不是说最原始的data的指针 而是说基于这个 以这个指针为基地值的这么一个宿主 那这样的话 我这次我这里这里呢 其实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 嗯 嗯 就是说找到找 相当于找到这个屁 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东西找到这个屁 但是我我我这里前面不也讲了吗 我这里其实相对于 这个东西是一个更简单的 更拿那个东西 那这这个其实 按照按照这个 如果只是说你只 只是说想要是 这条地 规则起作用的话 那其实它所对应的东西 只能是这个东西 它只能是 藏起出来这个东西 但是呢 我我刚刚不还演示了一下 刚才演示了一下 它可能还会通过一个指针 去间接的指 那这样 针对这种情况 就是说你这个好像也不能够生效 那这时候呢 就需要加入第三条规则 第三条规则是一个地规 第三条规则是一个地规 地规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里的话是得到 assend value 那它其实它的意思 就开看一下我这个东西 那这个呢 assend呢 这其实是一个复制表达式 你比如说我这里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它其实就是一个整体 一个复制表达式 然后它复的值 就是右边这个值 那那至于说我这里 它get assend value 那它其实 这个得到的值 它其实针对我们 这一个复制表达式来说 它只得到的值 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它其实 那么它最本质的意思是什么呢 针对我这种 就是通过指针 间接访问的情况 我通过地规找到 比如说我这里是屁嘛 那知道 那它的意思是 我通过这个东西 找到屁 屁对的这个data 通过这样 不断的往上地规 你看看 我这个地规紧跟在后面 是这个point into 那point into 是什么 point into 又有这个东西 就是说我找 我通过你这个 不完地规 我找到这个东西之后 我再把这个东西 再给 再给你这个函数 然后在这个函数里面 再继续找 我就通过这种不断的地规 最终 我才能够把你这个memor copy的第二个参数和data 真的完整的观念在一起 不管是地址访问 还是说直接访问 都可以完整的 关联在一起 然后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 相当于说是一个 就你一定要记住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的话 你后面如果想要实现 类似的功能的话 就是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复制 粘贴 但你在复制粘贴之前 一定要知道 它干了些什么东西 就是首先第一个 他把直接访问处理掉了 第二个他把地址访问处理掉了 第三个 他把那种 他把地址复制给别人 就是有一个中间值 就相当于把指针 复制给别人 然后再用别人 再去访问这个东西 这种情况又解决了一下 通过地规解决了一下 这个是这个意思 那也就是说通过这种 这个规则 通过这个规则 我们就把memor copy的第二个参数 和data 把这个字段关联在了一起 然后紧接着再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 我刚刚讲了 它之所以出现漏洞的原因是什么 是原因在于 这个lens 在实际的执行的之前 并没有和它这个data 真正的长度做一个比较 这里它其实那么这条规则 那这里就做了 就是做这个比较 想象是 首先是找到 说又做比较的这个东西 然后闹腾 三眼出来 没有做比较的这个语句 然后给它输输输了 然后紧接着我们 最重要就肯定是看一下 它怎么把这个做比较的 这个段给它筛选出来的 然后FC还是调用 还是调用呢 这里因为是memor copy 那就是memor copy的 还是调用 然后得到它的第三个参数 然后呢 这里又回到 我们刚才讲那个东西 就是刚刚讲那个 就是能用的这么一个 那么一个方法 那么的一个理解理解的思路 就是说先把它打算成一个变量 设备的方文 那这要变量 设备的 它的意思就是 设备变量 是一个类 然后得到它的实力 那最终我们得到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 memor copy 对于memor copy 第三个参数 Memor copy 还是调用的第三个参数 我们就得到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lens lens 就是接沟铁的 lens 之段 咱们看一下 他传进去之后做了一些什么东西 首先第一步 他是说得到了他的一个三valu 看一下是不是他 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这里其实就判断一下 你是不是有错一个东西 就他你是不是我你这个传给member copy的lens 就你这个lens 你就是说你这个lens 当然是你可以你可以不经过比较 但是你必须要保证你这个lens 如果你这个lens 如果是直接从lens 你这个lens 如果直接从lens那里直接 而是复制过来了 那一定是没问题 你没有if判断也是没问题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 这种情况先给他排数量 然后紧接下这一个 紧接下这一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 是首先第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它是一个比较类 那个比较类呢 他意思就是说 他会把这个你代码呢 所有的和比较相关的 这种地方都给你找到 比较相关的码块都给你找到 然后他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就我们到现在为止 这个v和w不都是变量 一个是member copy的第三个参数 一个是我们那个data 那么一个是我们那个结构体的那个lens字段 都是变量 那都是变量的话 那他这里就是说 得到这个变量的负 他这个我们通过这个东西 通过这个东西就得到了负性 他的负性 那其实更准确来讲是说 得到他就是对于这个语句来说 他是得到这个语句的上条语句 就是说我这里我是这是一个参数吗 我这个参数 我对应的通过这个东西 我得到这个参数对应的一个表达式 那可能就是一个语句 语句 然后紧接着再往上去相当于得到 他与他临近的一个代码块 最临近的一个代码块 然后至于说加呢 加就是说你这里可以不用加 不用加 加呢 他其实对应的是一个贪婪匹配 加的意思就是说匹配一个或多个 那他最终的意思就是 找到他的所有的主动节点 除了副节点啊 主动节点全部都找到 然后 然后W也是 就是说找到这两个变量的 全部的主动节点 然后这里呢 同时他有两个约束 约束就让你这个主动节点 约束到一个比较整 那其实 整体来理解就是说 我找到V的所有的主动节点 同时找到W的所有的主动节点 然后判断一下 V的主动节点和W的主动节点 是否 是否存在一个交叉点 同时呢 这个交叉点 它是一个比较 语句用来比较的这么一个语句 大家想一下如果 那这样的话 如果满足的要求 是不是有很有可能在 这个之前就有一个AV 在那比较一下 任何Lens的这么一个长度 这种东西 就如果你这个规则是满足的 那这样的话 很明显这个东西你是可以 找到的 你是可以找到的 然后最主要就是这里 这个也是经常会遇到 然后大家可能 有时候还会遇到星号 星号也是他也是匹配 就是0到1 一个是0到更多多个 然后加是1到多个 就是匹配 匹配数量的这个问题 然后这样的话 然后我们刚才讲了 是我们把那种 把满足这种条件的 就是他满足这条件的 肯定就是并非是漏洞 就是你这个Lens 因为如果满足这个条件 你这个Lens肯定是一个合 合规的Lens 然后你这个memory copy 那个Lens肯定不会越界 那这样的话 如果想要很软的越界 怎么说 我们用一个NOT 把那些不会越界的东西情况 给它塞选出去 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 这种能够符合我们这种漏洞的 这个模式 然同时你这个东西是完全 可以被拓展出去的 你比如说这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 然后这个字段 这个字段 这些都是可变的 根据你的目标项目 可以随意的变化 就你完全可以把它拓展 拓展到其他地方 然后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我们在漏洞挖掘中 就在用Cortical做漏洞挖掘中 最重要一个东西 迁移就是说 相当于说你真的某一个CVE 某一个项目的某一个CVE 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这么一个查询 语句的话 你首先第一步查一查 这个项目有没有漏洞之余 查完之后 如果没有了 然后你再把这个查询 语句的 所以说改改 放到其他项目里面 去批量的查其他的项目 这样的话 经过这种批量的查询之后 你可能 就你写完一条语句 可能就会能够 如果你写的语句比较好 你可能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查询语句 就对应着十几个漏洞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你就能拿到很多个 设备漏洞 然后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批量化挖洞的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它最主要的东西就是积累 然后你不断的积累漏洞模型 不断的积累你自己的查询语句 这个东西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关于CodeQR这里的话 我后续的计划就是给大家尽可能的给大家 见识更多的一些漏洞模型 然后再并且把它这个关于相关漏洞模型的 这个查询句给大家讲清楚 因为这个呃代巴神迹这块的话 就是它最主要就是积累了 建的建的你建的漏洞比较多的话 你就积累更多的漏洞模型 然后再写更多的参与语句 然后更多的批量化的去跑你这个东西 然后对批量化的招动 针对这个东西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呃我我感觉这块它其实关于这个CodeQR 查语句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类 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难理解的 就我可能我初学的时候 针对这块也也是有很多的问题 大家有问题的话都可以讲一下 我感觉这块还是得上手上手做一下才行 对他就是他他本身来讲 呃你可以这么讲 其实这块的话 我的作用其实并没有像之前的 博物设施那么大 就他本身来讲就是 你就是说我我在这教给你的是什么 Sircle我就类似的教大家如何又写 用Sircle语句呃实现什么增三差改这些功能 那至于说怎么组织增三差改这些东西 都是要大家自己试的 嗯 嗯 这个QQL这块有没有像之前FL那个 那样的就是有一种练习啥的 嗯练习只有这么一个东西 只有这个练习 嗯 我感觉我感觉所有的Fab 那么第一个练习都是那个核的不利的那个心脏低血 嗯 真的是一有一个新的Fab 然后都是以心脏低血为模型 还是开始 嗯 呃 问一下那个就是 关于之前 嗯 Linux内核Fars那块 那个是上的第九章了是吗 9.3 呃是吧 反应Linux内核那几 嗯 然后这块其实我感觉还是蛮 嗯 就是还是挺好玩的 就是说就可以给大家拓展一下 就现在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 启下需求嘛 比如说隐私合规这个东西 那比如说那针对这种隐私合规的话 肯定是你就是你这个公司 你能爱护啥的 你做的不好 你肯定是国家罚钱嘛 那这块东西呢 因为这个东西会确实 是深金白银的罚钱 这个东西 所以说很多公司会做这个隐私合规 这个东西 或者是实现一些隐私合规的工具 然后去发出去 那这个东西的话 这块就是 就是很多很多产品 它可能就是说 空空外面加了一些规则 然后再封装一个前台 直接就卖出去了 在在就是有有部分是这样的 有有部分就直接这样的 就是你说功能吧 也是有的 就是说那你就告诉大家 如果你库里科学的比较好的话 其实你不只是漏洞二绝 而其他方面 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用处的 隐私合规 叔叔不给我拼多多面子 那个那个毕竟每不是每个厂家 都像拼多多一样吗 这个这个我们另说 哎老师像这个code code qr 我听你的意思 就完全是那个 完全就是精彩代码审计 审计方面的事是吧 嗯 他其实就是建了个数据库 那跟那个vif code那ctrl f 嗯 你可以认为这你是不是ctrl f 增则匹配是 呃code qr的一个最原始的一个阶段吗 你代码审计其实 就代码审计最原始的阶段 有增则匹配那对东西吗 你这个code qr 相当于说 把这个整个过程给你 智能化了一下 我觉得像现在还搞memory copy 这这这种 有一点低端了 嗯 他其实还是有的 你你你这个东西真的 就是你你你不要说这个东西 他其实这个动 他还是 虽然说比较经历 但是他确实仍然存在 而且存在有很多项目中 不是 我是说其实在内存拷贝这种 这种字节限制的这种 以memory copy的这种 估计已经被别人发的烂了 嗯 已经被别人读乱了 memory copy这个 对啊 是是读乱 但是你要记住一点 我们是在做批量的查询啊 就是说你可能 你如果真的写完之后 你如果真的想去挖洞的话 你你你说别人就开始挖的话 那可能就手动挖吧 但你如果批量的 你几千个看员项目一写 你直接跑吧 你写好一个查询区 几千个看员项目 编完之后 直接批量跑 就是按量吧 就是在这种按量的情况下 就算是非常低端的一些动物 也是可以挖到的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 比如说 无了像memory copy这种内存拷贝啊 这种这种有什么新的一些漏洞模型 肯定是有的呀 你比如说比如说这一个 比如说这一个 可以 我可以再给大家再讲一下这个吧 这个洞 这个洞 它其实是比较新颖的一个洞 这个洞感觉 这个洞也可以 这种漏洞模型 也是可以体现出来 我们的Cutu Fiora 传统的发质这些区别 这个东西感觉是 更偏向于 变异器脆壳的这么一个东西 变异器特性 然后和应该是 由于变异器特性 导致了这么一个洞 然后它是这样的 就是 首先是 它它主要和密码匹配相关 就是说可能 假如说你一个某一个客户端 它需要验证用户的密码 同时这个客户端可能 假如说它是本地的 它需要验证用户的密码 那大概就是说用户 传一个密码进去 然后它从数据库面拿到密码 拿到密码 然后再拿它数据库存储中 那个密码和用户提供密码 做一个比对 那这里肯定要涉及到一个东西 就是缓冲区 就是你从数据库拿出来 那个数据肯定是要放到缓冲区里面去的 放到缓冲区里面去的时候 去的去的话 那这时候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比对完这个密码之后 就你这个你首先你这个服务 肯定你这个像这个本地服务 可能会长期挂起在内 它可能会响应很多用户的密码 匹配请求 那也说它相对应的那个缓冲区 它可能并不会被释放 如果不会释放的话 那大概就是说你一个 他在匹配完自己的密码之后 那它大概率会通过memorial set memorial set去清空一下这个内存 就把一些原来的那个密码的残留 要给它清空掉 那这样的话 后续如果这个系统存在一些内存泄漏的时候 那这样的话就存一些内存泄漏 就类似到洞的时候 那可能就这个密码也不会被泄漏出去 然后重点呢 其实就在这个memorial set这里 然后就是对于这个缓冲区来说 你memorial set 它其实相当于说 它如果发现你这个 你除了你在memorial set之后 对这个内存区域没有再做任何的处理了 那么它很有可能会把你这个memorial set 给你优化掉 就在编译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把你的 memorial set优化掉 那其实可能就是这么多的情况 就是你这样 你首先有一个密码 有一个密码缓冲区 然后你这个密码可能会之前存了一个真实的密码 验证完之后呢 你想要memorial set把这块空间给它清空掉 但是呢 因为你一个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 后来会发现你这个后续好像没有对 password做其他的东西 那这样的话它可能直接把你这个memorial set 这么一个函数给你优化掉 后续就不会清空你这块内存了 那最终效果就是你这个密码被残留在你的你这个内存区域里面 那正在这种情况 这个东西它也是一种漏洞模型 然后这种漏洞模型呢 就和我们其他一时候常见的一些漏洞模型就就不那么像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在讲什么类传播化 逻辑洞啊之类的东西 那东西它好像好像都不能够被覆盖到这里 那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是写查语一句 就把这个这个就是你 你查语出来所有的就可能被优化的memory set的这些地方 你查到之后 然后你找到 找到之后你如果发现某些memory set被优化掉 但其实还会有一些敏感信息残留在内存中 这样的话你它可能最大的一个危险就是说你后续你在利用代码的时候 你可能不需要任意代码之前就能够实现你的一些目标需求 然后可能就是说把你漏洞攻击的门槛降的非常的低 你这有个问题就是你这是原代码的 你我我原代码我是可能我已经把这个这个password或者敏感信息 我能给那个置领了对不对 但你刚才说如果是编译器的话 你把它优化了 你我们就说你代码审计你是省不到这个 因为你是变成二进制了对不对 我实际上我的原码里面 我是有把这个password给清空对吧 但是那你这个CodeQL这里就没就没用了呀 可以用啊 它有用啊 那你怎么用啊 就是CodeQL它是这样的 它其实包括两种CodeQL 它不光是在代码层次上做一个分析 它其实它实际上它还会更深入一点 你比如说它换个更简单的时候说法 就是它会 它会有一个层次的这么一个概念 它会在代码层次上有一些分析 同时呢再往底层它也会有 并不是说 你是说还有对编译生成的二进制 还可以用CodeQL 对它它也是有的 比如说这里的这条查询一句就针对这种东西搞的 就也就是说这种东西好像目前为止只有CodeQL能查到 我靠这么强 对这个其实就是CodeQL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还是比就是感觉还是一个比较有用的一个场景 老师能演示一下吗 就是说就像你看到那个案例 我们随便写一个Memberset 然后我们在后边不做操作 然后然后又然后那边那边GDP调一下 然后这边我们从原码上看一下 确确确确定是会被优化掉吗 嗯对比一下 可以看一下 但是把这个案例实际操作一下 你说看一下它被优化的时候长什么样子吗 嗯对对对对 而且我一直我现在看优化之后长什么样子 第二个是我想我想确定CodeQL确实能确实能比对出他这个东西编译后 那编以后的编以编以后的确实把这个东西优化掉了 嗯那那下周吧 我这周没准备这个东西 这个他这里面只是提供了一样力 我我那这样的话 你如果想看的话 我就只能是我现场给你 我等到课下的时候给你给你写出来一个小的项目 然后给你编一下 嗯现在没有准备 不是对于对于这就像你看他说的这种这种这种模型我觉得没用啊 你需要配合其他的你需要配合其他的漏洞把这个东西读出来 你可能才会 才会才会才会稍微有用一点对吧 才会好好的做一个新鲜漏 他他就是他在那层里他就算没有清凉你后面也没有引用啊 对吧你如果引用了他不就清凉了吗 他就不不油花了吗 啊他不是不是这种不不是这种东西 呃呃呃呃他他这种内存残留相当于说 嗯呃怎么给你解释呢 呃呃呃他呃呃那什么我还是呃以后用代码给你想一下吧这个 我觉得你是你要是有用的话你好歹传有一个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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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 illustrates booster我能把这个东西输出 çıkar来 就是他是他你你是说他这种情况即是出现他的效果也不是那么好是 round 是 他还要配合其他的模型 打配合 他的本身他更 本身来讲他应该是 算是影响密码 就是和信息泄漏 这个洞相关的 他本身就应该和信息泄漏 这样洞相关的这么一个配合起来用的 这种东西 其实找出来算洞吗 我觉得他都不算洞 你除非真正找到一个指针引用 我们把这个东西泄漏出来了 我感觉 这两个可能组合 你可以这样想 假如说你有一个密码服务 在那后台运行的 作为一个服务运行 那这样的话 可能最开始是一个root用户进来了 他验证了一下这边身份 然后同时按照他的意思 就是说我root验证完之后 我mamset把root的所有的密码痕迹 给它清空了 你后续再为其他数据服务 他假如说是这样的 那这样的话 如果那这样的话 其实在他的意思 在他的设计里面 他认为后面我的密码 就不应该在内存里面被泄漏了 就你后续不管怎么样 你后续不管怎么样 你都拿不到我的root密码 它大概是这么一个设计 但是你后面通过一些 通过他root密码残留 再结合你一个内存泄漏的这么一个洞 却能够把他的root密码拿到 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如果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信息泄漏的话 你都没有目标你去泄漏谁 就你如果只是一个信息泄漏的话 就我们讲信息泄漏 就如果你内存里面根本没有你一些有效的信息 比如说密码这种东西 他内存里面根本不存那个东西 那你泄漏出来的东西 没有任何作用 就是因为有这种内存残留 所以说你后面的信息泄漏才有作用 就可以这么理解 那不重要的还是后面内存泄漏吗 这不应该都重要 才能让内存泄漏出来 如果可能你简单一个内存泄漏的话 可能是给你低位 但是你如果内存泄漏配合密码残留 可能就能给你高位了 我觉得可能重点的逻辑 就是你得有密码泄漏 他可能算是个低位 你有这个可能算个中高位 但是你单独这一个 根本连个低位都算不上 确实是这样理解的 但你不能说这不是个洞 好像都这么水动的吗 这不这是一个密码 这是一个实现的一个缺陷 他是编译器的优化的问题 而且按照逻辑上来讲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 因为假如说查语能量很大的话 后面还会有新的用户去查 很快就会被清空 所以你说竞争窗口比较短是吗 我说假如竞争比较激烈的 就是说大家很多人 这个东西有很多人 很多人去登陆 很多人去查询 他就会不停的 不停的往里面复制 不停的往里面复制 所以你可能大概率泄露出来的时候 可能也就只是一个零 只是一个Zero Memory Memory Set 0之后的一个内存 也不一定 你可能批量打Poke 可能会泄露出来一些密码吧 可能就行了 他可能唯一不能利用点 可能窗口太短 你确实之间竞争不过来 他密码在内存里面残留的时间 确实很短 你竞争去泄露的话 也泄露不出来 也是有可能的 但起码是给了你一个希望 你可以 你有机会可以 可以当个高维胶是吗 可以当 对 他可以 你如果有这个的话 再结合信息了 可以当高维胶 从工业的角度来讲 是这样的 我个人感觉 反正像Memory Copy 这种估计 因为新浪低血是2014年的动物 我看了很多工学 都是Memory Copy 感觉 感觉 得搞一些新的漏洞模型 新的漏洞模型也有 还是有的 很多这里面都是漏洞模型 你比如说 还有一个 XSS CGI XSS 这个也算 不算是一个新的漏洞模型 但是还是挺有用的 判断一下 这里其实 像XSS这种 接收用户输入 再把输入给你显示到你浏览器上做一个HTML返回 如果他中间没有对你这个东西做处理的话 基本上也是有问题的 那这种东西就可以被直接收出来 或者 还要还要懂web呢 你这个其实你不应该这么 这么说web二进制之类的东西 这都是 就你可以说web他每次上讲也是一种 一个二进制的一个方向 反正就是 就 他也是一个像XSS你说他CGI实现的 这个CGI如果是C实现的 那你说他是不是二进制的 就你不要把界线定的那么宽泛了 我懂了 那是不是像每个CW都是一个漏洞模型 是吧 都是一个漏洞模型是吧 对是的 这是他Codicare他们那边提供的一个 开源的一个查询库 哦 那我明白了 哦 可以可以 那确实还可以 但基本上除了这些开源的东西之外 就也没有很多 就一点 剩下的还是要靠大家积累 大家自己去写 自己去分一顿 对你比如说你我们前面 这个漏洞模型记得是很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你比如说我们前面讲了一个 我们前面也讲过一个洞要搜渡那个洞吗 不知道大家还 是速度吗 PKEXEC 是是那个通过那个link 通过那个那个link做的那个那个那个是那个 那那个不是的那个是另外一个就是PKEXEC这个洞 它的洞就是在它是它的洞的原理在这里 就是ERGCV 然后是 RGV 和ERGC 然后 按理 就按理说这个ERGC ERGV 它就总归是 它的参数应该是大于等于1 但是呢 你在实际设计的设计的时候 其实可以把ERGC变成0 ERGC变成0 就 哎就一般来讲ERGV是进程品吧 但你也可以不指定这个东西 那也就是这样的东西 就在这种情况下呢 PKEXEC会处理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那针对这种东西的话也可以 本能也可以把它抽象一下 你比如说判断一下 你 首先F 判断一下你的ERGC是不是0 判断一下你的ERGC就是你 你的ERGC是不是0 如果是0的话 那接着再判断一下 你后面是不是会对ERGC做一个索引 你会不会根据ERGC做索引 然后或者 然后或者的话 你是会不会有ERGC-1这样类似的操作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大概就是 你就可以你比如说 这个ERGC-1这个东西 就我们我们可能会平时会摸 ERGC是1 那这样的话 我们有可能会出现一个ERGC-1 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 当你 当这种东西出现的时候 是不是会出现一个约界 这么一个东西 那这样的话 你如果能把这两个东西 给它写成规则 给它约束一下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一个非常简单一个Lode的模型 就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 就可能更会贴合实际一点 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去做现实业务的时候 就给别人做代码审计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积累的吗 还是说是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还是怎么样子 自己积累的 这是你们自己积累的 然后去给他们做生计 这样子是吧 如果自己的模型过了一遍没有 的话 那就认为是还是比较安全 那倒不是 我不搞那个东西 你说给外面安抚吗 给他们审计吧 对对对 做安抚 就你们留下 没有搞过 就按我的话 可能 因为我 我可能我的工 我主要的眼睛目标是内核 还有ASP 那这样的话 我可能就是说 跟或持续跟进一下 比如说ASP的话 或持续跟进一下 ASP的一些CVE 然后CVE 当一些新的CVE出来的时候 会看一下这个CVE 是不是 就是用它来对比一下 我一有的一个查询式 U库 首先看一下这个东西 是否能用CodeQL查出来的 然后如果是能的话 但是这样就可以反思一下自己为什么要查出来了 然后可以丰富一下 通过这种东西就可以丰富一下你自己的CodeQL的一个查询库 然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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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们的自己的Code就是核心资产呀 这个东西 对 每个人应该都有自己的 这个东西应该一般的也不公开 OK OK 嗯 CodeQL的这些查询的语法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之后会不断的给大家拓展一些新的漏洞模型 然后拓展 嗯 后面还有录博客吗 会有呀 是不是快要互网了 啊 是不是快要互网了呀 8月15号吗 这 应该是吧8月15号 完全不知道这个 原原 这对他们的嘴边 我也不知道 不是很等 等具体的日程下来就说了 不急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针对这个CodeQL这些类就没什么问题 我感觉当时我学的时候还挺迷糊的 嗯 主要是没怎么用过 现在不知问题在哪 可以用 咱也不知道 咱也不敢问 对 这不是 回头用了可能就有一堆问题要问你了 我说 还是可以用一下 因为CodeQL感觉不只是挖洞 感觉其实它能干的活还是挺多的 对 我说那个有个那个 double fetch的这个就是那个啥 那个漏洞你熟悉吗 你是内核的double fetch吗 对对对 就那个 它就内核它对用户空间的那个地址的多次读取嘛 我感觉是不是CodeQL就可以直接就可以把它给找出来啊 可以筛筛筛筛筛出来 可以的可以的但是就是就是它可以约束一下你的搜索范围 但是不会太精确 那其实大概就是关于double fetch这个东西的话 那其实你促上通路的模型那也就是说两次读取同一个地址嘛 就是两次内核两次读取同一个用户地址 你按照这种方式去匹配它 就那那其实就是那就实践的话还是不算难吧 就是你通过这种模式找的话就是可以找的 但是你最终就是如果真的真的有动的这种情况还是会不会那么多 因为你想这个东西就是你我现在是我可以通过这种东西把这种两次读取同一个用户地址这种情况走了 但是我不能够确定这两次之间有没有足够的竞争窗口 就可能即使是一个东西是一个double fetch 但它不能利用基本上也不能算是一个动版 或者是它即使double fetch了你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 这些都是就这个可能是最主要 就是它可能虽然是double fetch 但没有实际的效果 这个就是就只能说我QQ会给你约束一下就告诉你 你如果要进一步选择的话 你应该在这个方方面做选择 我我我我发现就是论文里面写的东西就会很复杂 就之前他们还用到那个形式化的这个证明来做 但是我感觉看到你的CoreQL 我我觉得我就不需要形式化的证明 我就直接上CoreQL 我就塞出来就差不多了 我感觉他们的是就就感觉复杂化 我就有这种感觉 嗯你说学书路文吗 对对对对对 呃这个这个人家不复杂人家找发呀 就是就是就工业软件和学书路文的区别了 学书路文终究是他没有拥有到实际场景中了 说到这个呃刚才说就是说对于那个编译系的那个问题 就是呃就是刚才那个被优化掉的那个问题 就是呃明感信息就是优化掉 对对呃有个问题 就想问就是说你CoreQL 它是它可以不需要这个原代码的吗 就呃就就给他哦 那CoreQL的本身就是刚刚就创建设计库的时候 你应该也能看到他呃 他之所以说他能够呃说我们可以分析更底层的东西 除了代码之外分析更底层的东西 就因为他他是在编译环节全程参与的那个东西 哦我我明白明白就是实际上就是说你有一份原代码 然后你编译之后他是知道的 就是说他原代码和编译形成之后的这个二进制 他是呃两两个他都有 那么说说说我们就可以把问题聚焦到呃 比如说这个优化的问题对不对 就编译器优化引入的可能的问题 是这样才行对不对 嗯 okok我还我还以为是说他也不需要原吗 也可以进行我觉得就很逆天了 原的那不至于 okok 那我那我明白了 感谢大家 还有什么问题吗 就就我建议大家就是下周可能就是还是把那个录屏过一遍 因为我们后续持续讲录的模型和查询区的话 我们基本上都是需要这些东西 作为基础的话 因为后面可能你没有这些前面的一些基础 可能听的不太清楚 把这个项目发出来 项目什么项目 你今天讲的时候没有没有一个大文档 没有项目 这个不是我给大家发的那个环境搭建的东西搭完就有了 这个Uboot这个东西没有发 Uboot这个东西发一下 其他就 你这个CodeQ是编译Uboot的时候给它插的那个什么 做了什么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还有问题吗 没问题我们下个空 再见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了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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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